为什么?因为他问你要不要取代,因为已经有旧的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写一个删除档案的程式 那可是怎么样去写这个程式? 基本上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DIR这个函数 这个DIR这个函数主要就是要知道什么呢? 这个DIR意思是这个你给他的目录里面 有没有你要的这个档案,这个副档名的资料 如果有的话,他帮你把里面的这个档案名称怎么样 帮你存在前面这个变数,比如说先把乙班放进来 然后他会一个一个帮你去抓,他有点像列表 乙班到跟班,跟班来了没有了,没有就跳离回圈 所以特别注意,通常DIR会配合一个多块回圈 后面给他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当这个档案已经找不到 那我找到之后要做什么? 把乙班放到这边做什么? 做删除的动作 删除的话特别注意,删除的话关键字就是这个 叫Keyer Keyer记得要完整路径 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删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大概写了几个地方 一,我路径先给他 所以路径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上面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放到这边来贴上 OK 然后给他一个变数名称叫XPACE 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其实你不加这个变数也没关系 只是说后面会有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这个路径 后面其实我是没有加这个反斜线的 如果没有加你下面后面自己加 如果上面有加的话你就下面就不要加 这个可能要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先读取第一个档 读取第一个档的话你可以 再加一个SFile等于什么? DIR 特别注意 你DIR后面的话 记得给什么?给他的路径 跟他讲说你帮我到XPACE里面 这个路径找找看 然后这个路径呢 AND 后面呢记得哦 要一个反斜线 因为上面没有加这个反斜线 如果上面有加这边不要加 这个意思是我的根屋底下 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所有 信号指的是所有的 有没有所有的XLSXX 这种副档名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 有的话呢 你就先给我第一个 所以他找到了 找到乙班 所以他把乙班先丢到SFile 所以他把乙班点XLSXX先放在这里 OK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就做判断 所以Dohile就是判断 Dohile一定会配合一个loop 后面呢就是逻辑判断 也就是当他为True的时候 OK 为True的时候呢 他就进到这个回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有没有 有抓到 抓到之后有丁斑 他先抓笔画扫 丁斑 所以这个逻辑呢 是True还是Force呢 True 表示说呢 他有找到档案喔 所以有找到档案 他要做什么 把它删掉 当然最后删 删到最后的话呢 特别说这个逻辑是不等于空的 意思说 它里面有丁斑表示有找到档案 那又再找下一个找下 直到没有为止的话 没有 没有就等于空 等于空的话就跳离回圈了 OK 所以这个叙述意思说 帮我找 直到找不到档案为止就对了 OK 如果要把丁斑删掉的话 一样要给一个 哪一个目录 所以一样给什么 给这个目录的名称 然后一个 因为这边没有斜线 所以加一个斜线 然后再把丁斑.xlx 放在这边 然后前面加一个Key空白 OK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档案 帮我把这个档案把它删掉 OK 所以等一下Key 你看一下丁斑这个地方 丁斑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丁斑就消失了 OK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翻译还蛮重要的 以后 尤其是Do Loop 这个还有DI 这个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呢 后面我们要合并档案 也要靠它 为什么 因为你要用DIR去看 那个目录里面有多少个档案 所以DIR有点像 帮你去找找看里面有几个档 Do While是一直找 找到没有为止就对了 找到要做什么 如果要删掉就删掉 如果要合并就合并它 一样的道理 反正你用目录里面有几个档 就全部帮你处理完毕为止 就对了 OK 你想说老师那为什么 这边不用FOR违圈 对啊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档 但你想说如果 我已经知道有13个 你也可以写一个FOR违圈 对不对 跑13次啊 就3到 但也可以啦 只是说没有人这样写而已 OK 所以通常 DIR会配合Do快违圈 OK 不过如果你实在是 不过这东西对 都好违圈 对一般初学者来说 是很觉得很困难 如果你觉得很困难 没关系 你先把那个范本记起来 反正以后先复制贴上 然后先让再说 OK好 然后呢 就再来的话 下一个这个DIR 后面就不用给路径了 这个DIR意思就是说 找下一个的意思 所以他找丁班了之后 DIR瓜胡 意思说找下一个档 下一个档找到哪个 找到丁班了 所以他下一个找到丁班 LOOP 有没有找到 有找到丁班了 所以把它删掉 OK 然后下一个又找到了 就33333 所以直到删完为止 删到哪一个呢 删到没有为止 所以 已经剩三个 剩两个 剩一个了 对不对 有没有找到 还有新班 新班下一个呢 又找到成班 有没有 成班找到了 好 然后再来的话 把成班删掉了 再来的话 特别主要 这个DIR回来 会给什么呢 空置串 对 有没有 意思说没有了 找不到了 你有没有办法 再帮你找到其他档案了 所以他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相等 就没有相等 就FALSE FALSE意思是说 那我找不到了 那我就离开了 我就不Key了 就结束了 应该可以懂意思啊 OK 这程式 虽然没有几行 但是很重要 以后呢 你可以拿 这个拿来做改写 因为后面我们要做合并 其实也可以靠类似的架构 OK 好 那就